搜救工作在3號下午暫停 蘇夫塞德市市長伯克特表示 將拆除香普蘭大廈的剩餘結構 以便更有力的推進搜救工作 由於擔心熱帶風暴愛爾沙 有可能摧毀香普蘭大廈的剩餘部分 使搜救工作變得更加複雜 當地官員決定將在颶風到來之前 拆除整座建築 大廈未倒塌部分裡的居民 在事發當天都已疏散 而且當局對附近的建築物 已採取了預防措施 新唐人記者鳳華、陳海月綜合報導